我姐答应我高考完就让我雪糕自由 可付钱时她看着一空中雪糕想赖账 她的好闺蜜在我耳边蛊惑 乖叫生姐姐你这辈子的雪糕我包了 我甜甜地叫了生老婆 高考完我姐说要兑现承诺 高调地领着我去超市买雪糕 同行的还有她好闺蜜和清雪 她俩开学就大三了 我的目标就是她俩的学校为大 随便拿我姐调了一颗棒棒糖特豪爽 那这可是她说的 我怕她反悔刷刷刷地拿了一空中雪糕 也没什么坏心思 我就是想尝尝几十块钱的雪糕是啥味 我姐瞄了眼不屑地吃了声 这种名都没听过的肯定不好吃 你别替我省钱 多拿些可爱多啊巧乐资啊 什么的姐有钱 我就拿这些我麻溜地跑去结账 当收银员输出480块的时候 我姐下巴惊掉了 多少她怀疑人生般看向我 我眨了眨眼睛 我小时候吃那糯米糍猜五毛钱 老冰棍一块钱 现在雪糕这么贵呢 姐人家等着你付钱呢 我姐可能是囊中羞涩 拿着手机一脸便秘 我叹了口气 打算就留一只长长仙 这时一侧的贺清雪挤了过来 打开付款码 我姐要面子 怎么能要你付钱 小事 贺清雪逆了我一眼 小弟弟喜欢这点钱必须花的 我姐按住她的手机不用我来 贺清雪直接付了钱 要不这样吧 她看过来漆黑的瞳孔里笑一撩人 乖你也叫我一声 姐姐你这辈子的雪糕我都包了 她靠得太近了 我脸颊发烫她好美 好温柔简直戳中了我的心吧 叫姐姐什么的多无聊啊 我甜甜的叫了声老婆 贺清雪一正应该是没想到 原本是逗弄我这个小弟弟的 现在反被调戏了 我抿了抿唇 乖巧地问她你有男朋友了吗 贺清雪低笑了声 没有我眼里发着巧下的光 那我做你男朋友呗 我姐差点被枪拙乔凯 你要点脸 我等她要脸能追到女朋友吗 你你什么时候动的心思第一次见她 我姐惊悚住了乔凯 你藏得够深的 她把贺清雪拉到一边去她小孩子 你别理她 我气得像个河豚断人姻缘 不共戴天 眼看我俩就要干起来了 贺清雪把我姐拉开 她还不走到我面前 认真的我猛点头 她似乎沉思了下笑了好啊 就这么简单被我搞到手了 我猛了 我姐更猛 贺清雪你跟她一个小孩 胡闹什么 贺清雪顺手替我拎了购物袋 在我身侧走着没胡闹啊 她我姐急得围着我俩打转 咬牙切齿 道她还是个孩子 你觉得合适吗 贺清雪没眼含笑 阴色浅浅 手指头在贺清雪胸口 狠狠戳了两下 你被男人追得少了 也没见你哪次点个头啊 这个妈和清雪看了我一眼 主要是都没弟弟好看 你放屁真的贺清雪一脸认真 比弟弟好看的又没弟弟可爱 我姐成功被欺诈了 贺清雪嘴角擒着笑 显然就是故意气我姐 看我姐气得头顶冒烟 我也忍不住无嘴笑 我姐迅速把矛头指向我 乔凯回去我就告诉爸妈 你小小年纪不学好 学别人谈恋爱 你告去背心你等着 我姐捏着拳头 气得转身就走 我姐走后就剩下我和贺清雪 超市就在我家附近 一路上步行回去 沉默真的会让气氛有点尴尬 到我家楼下了 我觉得我必须说点什么 那你以后真就是我女朋友了 我停下来背着小手 站到她面前 嗯 贺清雪晚唇 将手里的购物袋递给我 我接过来 我现在还不想回家 我想跟她多待会儿 而且人家谈恋爱 都会有个仪式感 比如拉个小手 亲个吻拥个抱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我想要清雪姐姐 我灵光一动 指着一次喊了声 你看那是什么 她转头去看的时候 我低头就准备耍个油盲 但当我的脸凑上去的时候 贺清雪已经抬头看了过来 我俩的距离 就真的只有零点几毫米 我瞠目心脏跳起了健身操 背景音乐还是本草纲目 贺清雪慵懒的低音 在我耳边一遍遍聊播 想亲我啊 我诚实地点了头 但是吧 我也会尊重你的意愿的 如果你不给亲 我也不会强求的 贺清雪低笑了声 就这样微微点脚 跟我视线持平 那我还要谢谢小弟弟 没有霸王硬上功了 你要真想谢 就让我亲一下背 我寻寻善诱倒 他一脸笑似乎颇为难 则 你先表得白 要是初吻也让你主动 我是不是有点没面子 我压住满眼的激动 那要是你想主动亲我 我也不会拒绝的 才刚确定关系 就亲你有点像流氓 你这思想也太保守了 我不是急 我不是 早亲晚亲 不都是亲骂干嘛浪费时间 有点小失望 就让我提前享受一下 男朋友的福利不行吗 彼此僵持了几秒 气温在逐步升高 我被他看得脸颊发烫 他突然侧过脸修长的食指 往自己右脸指了指 那让你轻一下 我激动地要扑过去 他余光落过来 对姐姐温柔点 我猛点头两只眼睛 散发恶狼般的光芒 就在我要行凶啊 不行动的时候 我的手机想了先接电话 我看着微信名狗翻 这不是我那又狗又烦人的姐姐吗 我咬牙接通语音 乔一咬你干嘛 乔凯 你要是敢轻他一下试试 赶紧给我滚回来 我仰头看见我姐 趴在八楼的阳台 看着我抄 我郁闷地挂断语音 这次先欠着我 先回去了 说完我撒腿 就一路冲进了电梯 急急着回去谋杀清解 我姐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我把雪糕扔在地上 撕起袖子就要干架 我姐连连后退 不是我让你回来 是咱爸妈让你回来 我定睛一看 我妈正抱着手臂 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妈你好好说说她 我姐重新抱了一颗 棒棒糖塞嘴里 得意地等着看好戏 我妈走过来下一秒 一脸八卦地拉着我问 真搞定喝清雪了 问我一脸骄傲 我妈对着我一顿夸 到底是我儿子 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就快准狠 我姐猛逼地冲过来 不是妈她谈恋爱 我妈白了她一眼 谈就谈背 现在不把好女人 抓在手心里 好女人就被别人挑走了 妈 你是不是有点双标啊 我姐脸都气白了 我当初考上大学 你跟我说什么 我妈绞尽脑汁 想了几秒不记得了 我姐愤愤提醒 你说一个月 一千块生活费是因为 怕我搞东搞西 我妈在我家就是理 从来不理亏 我是怕你搞东搞西 但没说 不让你搞个男朋友回来吧 你的意思允许我谈恋爱了 你谈背 你要是真能谈个男朋友回来呢 生活费涨到两万 我姐显然有点兴奋 妈以咱家条件 一个月生活费两万不过分吧 你都不知道 今天凯凯要吃雪糕 我兜里就五百块钱 差点连雪糕钱都付不起 可丢人了 凯凯想吃雪糕啊 干嘛不跟妈妈讲 我妈的重点歪了 她把购物袋拎起来 朝冰箱走去 没一会儿我收到转账两万块 我妈笑咪咪地走回来 想吃啥买啥不够 再跟妈妈讲 妈你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姐急眼了 凯凯现在谈恋爱了 吃饭看的电影 不多得花钱 那我也要谈恋爱 有本事你倒是谈啊 那我要是带个男朋友回来 我的生活费就涨到两万嘛 你要是真能找到男朋友 那剩下的一万九 我姐一脸期待 我妈画风一转 就直接转到我女婿卡上 爸你管管我妈 我爸扶了扶眼镜 装作专心看报纸 别找我咱家 不管是钱 还是人都归你妈管 晚上八点 我吃着钟薛糕 趴在床上 给何清雪发信息 你回到家了吗 何清雪回得还挺快的 她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酒吧里灯光迷离 到家再跟你报告 我翻身躺在床上 给她回到 那我先睡了 我姐敲门进来 已在门口说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何清雪可不是 表面上看着 那么贤良淑德 她不是你能驾驭的 我知道 何清雪 每周都会去酒吧兼职 具体做什么 连我姐都不知道 按理说 大学去酒吧 这种地方兼职的 家庭条件应该一般 可何清雪花钱 却从来不眨眼 我可以合理怀疑 她做的不是正经工作 有一次 我在酒吧门口 看到她穿着一件白衬衫 胸口挤了两颗钮扣 嘴角叼着根烟 跟一个男人腻腻歪歪 当时我的想法 居然是真特么会聊 是的 我肯定有病 凌晨两点多 何清雪给我发来微信 准备回家了 我迷迷糊糊地 给她回了个 嗯 谁知道 她语音打了过来 吵醒你了 我困得半死 但听到她 犯着些许慵懒的低音 我想撒个交涉啊 你准备怎么补偿我呀 何清雪倾笑 那要不要出来约个会 现在这大半夜的好啊 嗯 我大概半小时到 跟她通完语音 我困意全无 简单收拾了一下 看了眼时间差不多了 悄悄摸摸地出了门 何清雪已在车前 等我手心的打火机 开开关关 深夜的路灯下 她周身笼罩着 一层虚幻的宫灰 实在诱人 她抬眸看过来的那一瞬 我的心跳疯狂加速 我跑过去这么挽约我 你不困啊 习惯了她扫了我一眼 跟我约会就穿着拖鞋 舒服吗 上车带你去兜风 我上了车 她带着我逛了一圈 我还是第一次 凌晨两三点在外面瞎逛 车速很快 风很凉爽 有种年少轻狂的刺激感 何清雪把车停在一个 安静的角落 偏过头来问我困不困 我摇头一点都不困很兴奋 但紧接着我就僵住了 她离我太近了 这夜又异常寂静 我盯着她的唇 何清雪意识到 我对她有想法 继续替我解开安全带 她已回去这里没有监控 你用这种眼神邀请我 就不怕我做得更过分 你不会的 我笑着将拖鞋脱掉 舒舒服服地躺在椅子上 何清雪倒有些惊讶 这么确定 我点头眼里眯着光 我亲眼看过 你跟一个男人腻歪 但是是她一直想勾引你 你眼里一点骚动都没有 后来她可能觉得 聊不动你就走了喝 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那你应该知道 我是在哪工作 还敢让我做你女朋友 在哪工作不重要 只要你截身自好就行 你觉得我在那种地方工作 还能截身自能啊 何清雪说着话 我开口打断杨着脸 笑颜如花地凑到她面前 车内洒进些许月光 我跟她的脸 都沐浴在绚烂的色彩里 她显然睁住 低着的眸光在我脸上停留 她刻意压低了声 乔凯你离我远点 现在太危险了 我凑近闻了闻 你没喝酒啊 哪里危险了 她往后让了 让谁跟你说女人喝酒 才危险了 电视剧里说的言情小说 也是这么写的乔凯 何清雪眯起视线 你年纪这么小 怎么学得这么要 你没听过另一句话吗 什么出声牛犊不怕虎 我把她的双腿 往我腿上一拉 何清雪 可能是被我笑到了 那家有努力 我期待有一天为你服务 有人给她发语音通话 马上回去了 她接通说了句 将手机扔在一侧 我得回家了 我先送你回去等一下 在她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 我亲了她的脸颊一口 何清雪 又愣住了她缓缓 看向我眼底有波涛翻涌 乔凯 如果你现在是25岁 你今晚就回不去了 你不会的 你哪来的自信 她被我搞得焦头烂额 我笑着说 你要是感动我 我姐肯定会杀了你的 她低笑了声 认同我的话 但她边启动车子 边漫步惊心道 你最好25岁的时候 不在我身边 我应该会在吧 我做好满脸自信 毕竟我应该不会不要你的 何清雪笑道 那可能我不要你了 也不会 因为我从小就耳濡目染 我们乔家没有离婚 只有桑欧 我送给她一个 天真无邪的笑容 何清雪掖住了 而就在这时 刚才被何清雪 随手撂在储物阁里的手机 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何清雪这男孩谁啊 他刚才居然没挂断掉 所以我跟她的对话 被对面听了个亲 我用嘴形问他你爸 何清雪微微摇头 往我这边靠了靠 握拳抵在船上 小声答不是 我也往他耳边凑了凑 那谁啊 我俩说着悄悄话 但对面耳朵特别尖 我是他哥 你谁啊他哥 哥哥好 我是何清雪男朋友 男朋友他像是笑了声 弟弟我不想为难你 你赶紧跟他分手分手 我刚要说话 何清雪不悦 皱眉我的事你少管 话必他挂断了语音 我觉得挺尴尬的 还有点小气氛 他都没见过我 凭什么让我分手 可能他是为你好 可能我是豺狼虎豹 何清雪目光深邃地 看向我我的眼底很不屑 被吃得只剩骨头的 还不一定是谁呢 何清雪又忍不住笑了 小弟弟是真的演 他送我回家 我约他明天看电影 行那上午十点 我来接你好 我捏手捏脚回家 但却被我姐堵住了 我姐脸色很差 乔凯 你谈恋爱可以 但我希望你懂点分寸 我知道他生气的点 我小声道我知道 知道现在几点 你跟一个女人大半夜出去 就只是单纯的约会 你还想你根本不懂 女人在想什么 何清雪在想什么 我都不知道 何况是你 我怕他把爸妈 吵醒双手 何时地拜托他 我错了 我下次捕了你声音小点 我姐气得瞪了我一眼 回房去了 可我没想到 我姐叫真了 就连第二天 我跟何清雪的约会 她居然都要跟着说 是怕我会犯傻 救命谁约会 还带着姐姐 可不管我怎么拒绝 我姐是铁了心 而当我和我姐 看到何清雪时 她的副驾驶居然坐着一个男人 何清雪眉间一抹愁容 男人摘了墨镜 你好 我是何雨晨 她哥哥 我尴尬地回以微笑 心里一百个问号 绝了 何雨晨一身名牌 身上藏不住的傲气 长相名艳 充满攻击性 我有点爱她这一款 不过 她今天应该是来给我和何清雪添赌的 我的心情又美丽不起来 我硬着头皮上车 我姐也挤进后座 我哥 何雨晨 何清雪轻聊淡写一句介绍 我乖巧打招呼 哥哥好 我是乔凯 何雨晨扫了后视镜一眼 这位是 这是我姐 乔一摇 约会还带着姐姐 她吃笑一声 给了我姐一个冷眼 我姐也同款语气 有人的哥哥不也在吗 顿时 火光四溅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他俩先杠上了 何雨晨戴上墨镜 嘴角一抹不屑 现在的妹妹都这么狂吗 我姐哼笑一声 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哥哥也不差 我有点头疼 偷偷给了何清雪一个眼神 何清雪接收到 从储物阁里 取了一颗棒棒糖递给我 没我的 我的呢 何清雪开着车说 就一个 我看着手心里的棒棒糖 我这是吃还是不吃 到了电影院 何清雪买了四张票 我跟在她身侧 她歪头问我 爆米花加可乐 我姐突然挤上钱 我来 也不能白蹭你的电影票 说着就要付钱 谁知 何雨晨也上前 墨镜往头发上一卡 还是我来吧 就你那点钱攒着买雪糕吧 我惊恶地看向何清雪 她靠我耳边说 她非要听我怎么跟你谈上恋爱的 我就提了一嘴买雪糕的事 那这不完了吗 我姐这人超爱面子 果然 雪糕两个字刺中了我姐 她较劲地打开付款码 扫我的 何雨晨优雅地从钱包里 抽出百元大钞 直接递给工作人员 而后挑衅地用墨镜 抬了抬我姐的下巴 妹妹 就别跟哥哥争了 谁让哥哥有钱呢 别说雪糕了 你想吃什么 哥哥都买得起 我姐瞇了瞇眼 牙都要咬碎了 入座的时候 何清雪拉住了我的手 把我带到她旁边的位置 我姐就跟何雨晨 坐在右侧两个位置 电影要开始了 灯光全部暗了 我这才有机会 跟何清雪说点悄悄话 你怎么把你哥带来了 何清雪踢我耳边说 她说要来看未来妹夫 她不是要让我们分手的吗 不清楚 何清雪视线看着 大屏幕上的广告 我拽了拽她的袖子 压着声 反正我不分手 她笑了声 声音越发温柔 行 她一笑 我就没了 接下来根本没心思看电影 我偷偷摸了她的手 见她没反对 我胆子更大了 把她的脑袋 轻轻拨到了我的肩头 然后 电影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睡着了 再醒 电影已经接近尾声 我是被旁边的我姐撞醒的 我揉了揉眼睛 姐 你干嘛呢 我姐作证 挠了挠鼻尖 没干嘛 我探着脑袋 往她旁边看了看 贺雨晨正起身离开 我问我姐 哥哥干嘛去 我姐清了清嗓 可能 去洗手间 哦 我转头看向何清雪 电影好看吗 何清雪将衣袖伸到我面前 没你流口水好看 我形象无了 我擦了擦口水 她叹了口气 早知道你想睡觉 我给你开个房间 睡得多舒服 我很惭愧 怕打扰别人看电影 用低的只有彼此 能听见的声音说 我就是想跟你待着 开个房间 我也能跟你待着 我是说 我看你睡觉 那你还挺证人君子的 就在这时 灯亮了 电影结束了 我姐妹等我们 匆匆地走了 怎么这么急 我也准备跟大步对走 可何清雪突然一把将我拉了回去 我俩撞在一起 等人走完再走吧 太挤了 她低头跟我说 我心跳砰砰砰的 点头 让别人先走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没忍住 低头就清了一口她的脸颊 何清雪挑眉 将我往座椅上一推 俯身就空住两侧 她目光灼灼 低音懒散 这么喜欢偷袭我 人虽然都快走完了 但我看见清洁人员进来了 我有点慌 有人 她的脸突然逼近 我的心脏都要炸裂了 她取笑我道 你还知道修啊 我这人有个毛病 不能被击 她这样取笑我 我的胆子突然就肥了 搂住她的后颈 对着她的脸又是一口 何清雪猝不及防地 差点在我身上 见我笑音音地挑衅她 她似乎有些无奈地皱了皱眉 但眼神逐渐火热起来 直到 清洁人员问了句 这爆米花你们还要吗 何清雪看似凌微不乱地起身 我修的脸都红了 我刚走出六号厅 就看到我姐已经出检票口了 我急忙喊了声 瞧一摇 她好像没听见 咦 那是贺雨晨 我姐伸手拉住了贺雨晨的手腕 被她一把甩开了 我姐又追上去 转眼就看不见两人了 何清雪从身后走过来 怎么了 我也很疑惑 我看见我姐和你哥出去了 好像在吵架 他俩不会打起来吧 我姐这人说不准 他生气起来连自己都打 我不敢保证他不打男人 应该不至于 何清雪给我姐打电话 他没接 我们走出电影院 一直到地下停车场 都没看见他们 没事 我姐跆拳到黑带 你哥应该只有被打的份 那就好 我们上车 何清雪看了看时间说 想吃什么 随便 去过酒吧吗 我摇头道 没有 我爸妈管的严 不让我去 何清雪笑笑 管的严 那你跟我谈恋爱 他们知道吗 知道啊 没说你 如果你是别人 那他们肯定会说我 但你是何清雪啊 我妈喜欢你 何清雪笑意更深 你妈妈挺可爱的 我故意生气 那我不可爱吗 何清雪瞥了我一眼 你是妖精 那我就当你夸我了 那要不然 带你去酒吧坐坐 好啊 我还挺兴奋的 他启动车子 帮我跟阿姨保密 怕他知道 你带我去酒吧 这不是 怕被扣分吗 他想的还挺远 我心里有点甜 笑得嘴巴都合不上 路上 我又给我姐发了信息 你去哪了 我姐没回 何清雪想了想 给他哥也发了信息 人呢 他哥也没回 这个时间酒吧还没营业 何清雪在前面走着 一路上有工作人员 跟他打招呼 说实话 这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何清雪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 他察觉到 我有点跟不上他的脚步 停下来 侧身朝我伸出手 我左右瞥了瞥 这里好些人呢 我把手交到他手心里 他握紧 稍用了力把我拽上前 我心里小雀跃 进了包厢 他给我准备了吃的 喝的只有果汁 我还挺是落的 好不容易来一次 就喝这个啊 何清雪笑着 你还想喝酒 就带着酒精的给我来点 我试探着 他拍了拍我的脑袋 想都别想 好吧 他陪我坐了会儿 有个年龄相仿的男生来叫他 学姐 梁哥来了 何清雪点头 跟我说了句 我出去一下 起身走了 我等了好久 他都没回来 外面已经热闹起来了 我想出去转转 喧嚷的人群里 一个男人正半靠在 何清雪胳膊上 手里晃着酒 没眼见说不出的风情万种 这个男人我认得 之前酒吧门口 勾引何清雪的那个 我拉住路过的服务员问 那个男人是谁 那是梁哥 我们酒吧的老板 那他跟何清雪 就那种关系呗 你懂的 他刚说完 有一个服务员 一把将他拽走 瞥了我一眼说 新来的 你胡说什么呢 你知道他谁吗 他是学姐男朋友 男朋友 你说你好好一个人 怎么就长了一张嘴 两人的声音 消失在嘈杂里 我看着八台前 正在说话的何清雪 心里不知道什么感觉 我早知道 他在这种地方上班 也见过他 跟这个男人腻挽 可确定关系前 跟确定关系后 感觉不一样 而且他还是 跟同一个男人腻挽 这感觉更不爽 我咬了咬牙 还是没忍住 大步走了过去 和清雪 他和男人同时回眸 这小弟弟是 梁哥侧已在吧台上 视线上下扫着我 我是他男朋友 我宣告完主权 又一个眼刀射向何清雪 不过 很快可能就不是了 花壁 我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酒吧 何清雪追出来将我拉住 无奈地笑了下 这脾气挺大 我不高兴地甩开他 碰了别的男人的手 别碰我 他又笑 他还笑得出来 我更生气了 何清雪盯着我看了惠儿 藏着笑 你不是知道我在这里上班 还挺豁达的吗 还是我太年轻 我心里还郁闷呢 我以为你就是陪陪酒什么的 我还以为别人对你动手动脚 你是可以拒绝的 可是你怎么总跟那个男人牵扯不清了 他是酒吧老板 是他潜规则你 还是你被他的美色诱惑了 可清雪声音缓缓的 你现在这是 嫌弃我 也不能说是不嫌弃 就他在我心里 从神坛掉下来了 真嫌弃我了 就 有点 我垂着眸 怕伤害他自尊 说得特为晚 可清雪无奈的笑 那刚才那话的意思 想分手啊 我挺纠结的 他跟我姐是大学认识的 我姐经常带他回家吃饭 我对他一见钟情 但因为当时还是高中生 我一直把这份喜欢藏心里 自己默默的使劲学习 为的就是有一天能考上A大 然后把他拿下 现在拿下了 却要分手 还挺舍不得的 但不分 那我这心也太大了 迫不得已 我点了头 可清雪嘴角的笑凉了说 谁说的 不会跟我分手 这性质不一样 乔凯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抬眸 不解地看着他 他挺严肃的 你跟我谈恋爱是找刺激 还是真喜欢我 这话居然问住我了 我弱弱地问了句 谈恋爱不就是找刺激吗 贺清雪的脸经历了猛逼 震惊 无奈 然后黑了个彻底 他笑了声 行 我知道了 他转身回酒吧 半路又折回来 但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 梁哥是我表哥 他也没勾引过我 你见到的那次 是他喝多了吐了我一声 我这人有洁癖 所以当时脸色可能不好 还有 我不是在这里上班 我是这家酒吧的股东 啊 这是我没想到的 贺清雪说完 低着声问了句 太晚了 我送你 语气挺疏远的 好像我俩已经没关系了 他只是一个女性朋友 礼貌性的要顾及一下我的安全 不用了 你喝酒了 嗨 我说了啥 贺清雪被我又噎了下 脸色变了变 他走到路边 替我来了辆出租 走吧 我走到车门前 犹豫着抬头看他 他别开视线 喝清雪 他不理我 清雪姐姐 还不理我 看样子是真生气了 我伸手拽了拽他的衣袖 他低头看我的手 你这么碰我 被别人看到 该以为我是不正经的女人了 他故意的 我鼓着腮帮子 一头钻进车里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我洗漱完躺在床上 他没给我发信息 呜呜呜 有谁像我一样 爱情来得太快 走得也太快 就像龙卷风 我心如死灰地点开朋友圈 从来不发朋友圈的贺清雪 居然发了一条 别跟没恋爱经验的小弟弟谈恋爱 灰蟹 配图居然是我高中学生正上的照片 我才是真的灰蟹 他什么意思 干嘛放我丑照呀 这是帮大家避雷吗 这是愁得我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顶着黑眼圈起床 我妈问我 你姐呢 我姐 她昨天不是跟你出去了 昨晚没回来 怎么打她电话还关机 我不知道啊 昨天联系她就没联系上 搞什么幺蛾子 我妈打了一上午电话没打通 已经打算去报警了 下午一点半 我姐回来了 姐 你昨晚干嘛去了 我好奇地问 你这白蹄怎么皱巴巴的 我刚要细看 我姐避开我 一脸心虚的样子 去朋友家住了一晚 我直觉有问题 朋友 男的女的 我姐不耐烦 关你什么事 一边去 我确定她有问题 脑子里转了一圈 我跟到她房门口 你那个朋友 该不会是贺雨晨吧 我姐一正 我知道我猜对了 昨天我就看你俩不对劲 一起消失了 干嘛去了 乔一摇 你说怕我脑子犯魂 要跟着我 然后跟第一次见面的哥哥 一夜未归 嘘 我姐拽着我进房间 警告我 你声音小点 我要告诉妈 你不学好 学人家搞七搞八 你敢告一个事实 让我不告状也行 那你跟我说说 你俩是怎么激情似火 搞到一起的 我一脸兴奋的八卦样 让我姐嫌弃的不行 无可奉告 我妈敲门 一摇回来了 我扯着嗓子 回来了 我妈推门进来 看了看我姐 一晚上哪鬼混去了 我姐磕了磕说 去朋友家打游戏去了 我妈弯了她一眼 打游戏可以 别给我搞出什么事情来就行 我姐跟贺雨晨 是怎么能搞到一起的 我是不清楚 贺雨晨看着 应该比我姐大个四五岁 就是成熟又骄傲的哥哥类型 应该是不可能看得上 我姐这种小妹妹的 而且她俩明明 谁也瞧不上谁的样子 所以 我的想象是 她俩谁也不负谁 然后就杠到床上去了 恨说不定贺雨晨被欺负了 不 她被玩弄了 可接下来几天 我姐的状态明显不对 她经常神情恍惚地 盯着手机看 就连中国一动 给她发一条垃圾短信 她都能神经兮兮地 弹跳起来 我爸妈凑一期打量我俩 这姐弟俩是中邪了 每天对着手机 发呆的发呆 叹气的叹气 哎 我就是她口中叹气的那一个 这和清雪是真的无情无义 真就不联系我了 我有了一个点子 姐 你这几天怎么不约和清雪了 我姐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 干嘛要约她 她有哥哥呀 你约她的时候 顺便让她带上哥哥不就行了 我姐眼睛亮了 朝着我竖起大拇指 哎 我俩这卑微的精英 是遗传我爸爸 我姐出门前 从我妈要了一笔巨款 两千块 我妈给的抠抠嗖嗖的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我姐挠了挠鼻尖 请朋友吃饭 海底捞吃去呗 五百块不够 海底捞的档次哪够啊 我朋友 她看着挺挑的 我想请她吃点好的 我妈狐疑地看着她 交男朋友了 还没 想追来着 我妈大方地给了她五千 追不到 这钱可是要还的 要是追到了 生活费涨到两万 真的啊 当然真的 妈说到做到 到时候男朋友的卡号发给我 我姐揣着这笔巨款上路了 看得出来 特别兴奋 可到餐厅门口 却只看见贺清雪 没看到她想见的人 贺清雪看了我一眼 连打招呼的机会都没给我 我姐丧气地问 你哥呢 他日理万机 哪有时间来 贺清雪这话说完 我姐不高兴地转身就走 不是请吃大餐吗 不吃了 吃个屁 我姐撂下一句 上车走了 留下我跟贺清雪两个人 我试探问 那我们吃呗 贺清雪余光落了落 朝着自己的车走过去 不跟恋爱都不会谈的小弟弟吃饭 他还来劲了 我跟过去 有点脾气 那我以为你跟别的男人 不清不楚 想分手 这难道有问题吗 和清雪一直手扶着车门 懒散的语气 你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我被堵了堵 底气弱了 那我这不是没谈过恋爱吗 那也不能证明我不喜欢你 我想了想 有理有据到 起码我没喜欢过别的女生 就看着你特别喜欢 这还不叫喜欢叫什么 可清雪盯着我沉默了几秒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其他女生的外在条件 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干 这话我没法接 乔凯 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 不就是觉得我不喜欢你吗 你随便提分手这事 我纵容你一次 你就会有第二次 他好凶 我还不服气 那我提分手你就同意了 你不也一样 那我还要问你呢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是看我年轻貌美 还是因为我主动送上门 你才跟我谈恋爱的 可清雪被我气笑了 乔凯你信不信 要不是当初你才上高中 你早就是我男朋友了 啊 可清雪没理我 上车了 我赶紧钻进去 你的意思 你早就喜欢我了 可清雪不打反问 以后还提分手吗 我狂摇头说 不提 咱俩私也要埋在一起 我想起来他的朋友圈 你干嘛在朋友圈发我丑照啊 这不是公开处刑吗 我觉得照片挺可爱的 可清雪笑 那叫什么公开处刑 那叫 关轩 我不理解 打开又细看了一遍 这是哪门子官宣啊 可清雪慢悠悠道 证明你曾经是我男朋友 官宣分手 我还是不理解 可清雪打开微信朋友圈 打了话字 然后手机甩给我 我接过来 看到他新发了一条线人 配图还是我的那张丑照 已经有好友留言了 操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 请让法律制裁我 而不是被吐一点狗粮 可清雪逆我 满意了 勉勉强强吧 那我们这算喝好了吗 我喜自自的问 可清雪只是挑了挑唇 开车 带我去吃饭 吃完 他给他哥打来的电话 我要去医院一趟 那 出什么事了 我挺担心的 可清雪脸色凝重 我哥这几天不舒服 今天去医院检查了 我担心有事 过去看看 我忙说 那我方便一起吗 万一有个什么事 我还能给我姐通风报信 贺雨晨没想到我们回来 她躺在病床上 脸色挺差的 可清雪问她什么情况 她也不说 可清雪没辙 出去问医生 我赶紧跟过去 医生说完情况 我跟贺清雪都愣住了 我姐这人平时看不出来啊 对男人这么猛吗 这特么还是人吗 不情少吗 可清雪回病房了 我给我姐去了电话 乔一摇 你干的好事 我姐猛逼 我干嘛了 我难以启齿到 你赶紧来医院吧 贺雨晨住院了 我姐顿时紧张起来 她怎么了 你还问我 你前几天对她做什么了 你不清楚 就不行了 不行了 你别问了 赶紧来 贺清雪知道 他哥这事是我姐干的 好像并不意外 只是脸色不好 出去冷静去了 我在病房里陪着贺雨晨 替我姐跟她道歉 雨晨哥 对不起啊 我姐这人做事就是没亲没中的 其实她心不坏 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像更尴尬了 贺雨晨看了看我 别说她了 说说你吧 我 我看贺清雪朋友圈 你们和好了 我点头 贺雨晨欲言又止 半上 还是说道 记得我让你跟她分手吧 我都快忘了这一茬了 她这会儿提起来 我因为我姐伤害了她的身体 本就内疚的心 又一把紧了起来 知道为什么让你分手吗 不知道 贺雨晨做起来些 贺清雪毕业是要出国的 以后会在国外发展 出国 嗯 国内的公司我来管理 国外的公司由她负责 这是早就确定好的事 她家的事 我倒没问过 知道她不是在酒吧间之后 我就猜到她家的条件应该不差 可没想到她以后要去国外 你愿意离父母那么远吗 或者 你们谈个一国恋 那以后结婚呢 有孩子了呢 贺雨晨把问题摆在明面上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沉默了 你要好好想清楚 嗯 有人敲门 我姐轻轻推开门进来 她局促地站在那里 眼里是自责和担心 贺雨晨抬了一下谋 你来干什么 我姐走过来 出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告诉我 贺雨晨不再看她 语气又良又傲 你没事吧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么私人的事 我干嘛告诉你 我姐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自己在这儿不合适 捏手捏脚地出去 关门的时候听见我姐说 就算做不成情人 我们也算朋友了吧 不是 贺雨晨做我男朋友 乔一摇 你该不会跟我睡一次 就睡出感情来了吧 你搞清楚 我比你大五岁 你在我这里 就是个小妹妹 你嫌我年纪小 不只是年纪小 你这什么表情 我没说那个意思 我是说 不只是这一个问题 你现实点 门关上 这隔音效果也不行了 全被我听着了 这两人聊天 我尴尬得不行 我姐好像沉默了会儿 然后我就听见贺雨晨喊了声 乔一摇 你干嘛 我姐该不会动粗吧 我转头又要进去 和清雪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 已经一把推开门进去了 然后 我俩就看见贺雨晨已经摔在了地上 就挺惨的 贺雨晨看见我们进来 她想亲我 我姐狡辩道 点滴没了 我想帮你按铃 原来是场误会 我赶紧去叫护士 回来的时候 看到我姐被赶出来了 贺雨晨也跟了出来 我姐挺抱歉的 对不住啊 你哥这事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要是想揍我就动手吧 贺雨晨看了她一眼 你看上谁不好 看上她 我姐一听这话 顿时脸色变了 你怎么这么说你哥 她怎么了 除了脾气差点 哪儿不好 哎呦喂 我姐还急眼了 贺雨晨可能也被她这模样逗笑了 怎么 我还不能说她不是了 是吧 对 不行 我姐一脸怒气 贺雨晨又笑了声 不过也是 我哥这人别的本事没有 就特别招女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许你侮辱她 你先别急 贺雨晨思虑片刻 还是跟我姐说了一件事 我哥她有未婚妻 不出意外 年底就结婚了 我姐争住了 贺雨晨又友情提摄一句 虽然他们属于家族联姻 两人没什么感情 但即便如此 你俩也没什么可能 首先年龄差放在这儿了 其次 我父母应该也不会允许 而且 看我哥的态度 也没对你上心 我姐沉默 许久 独自离开了 我有点担心 我姐这人想来爱面子 被这样打击 会不会想不开 让她自己冷静地想想吧 贺清雪叫住我 我回头看她 突然想起贺雨晨跟我说的话 再想想她刚才跟我姐说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我跟她呢 她会怎么选择 我还是去看看她吧 我低头 转身逃离这里 我以为我就是想潇洒地谈场恋爱 在这个美好的青春岁月里 可当我知道 这场恋爱可能不会有结果时 我居然像个缩头乌龟 这一点都不像我 可清雪明明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 却还是跟我谈恋爱 她是不是只是跟我玩玩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很少主动找她 她呢 原本也不是特别热情主动的那种人 我不找她 她也很少找我 这么一来 我更不敢主动找她了 我害怕最后会变成我的一厢情愿 高考分数献出来了 我没考上A打 只能去A科打 我挺丧气的 是不是我跟河清雪注定不能在一起 不像你啊 我姐已在房门口 以前你天不怕地不怕的 跟人家表白的时候 那个胆子肥的 怎么这会儿年纪轻轻的 整天像个怨妇 我叹了口气 可能爱情就是催人老吧 我姐笑了 你的爱情刚才发信息问我 你考上没 我翻身而起 河清雪问你了 嗯 她怎么不直接问我 我心里暗喜 我姐把她手机扔给我自己看 我翻了翻他们的聊天记录 好家伙 她俩几乎每天都聊 河清雪几乎都在问我的情况 还问我为什么 这段时间对她这么冷漠 咦 还说到她哥的事 是我姐问她的 我想到这段时间 我姐不仅没有消沉 那天回来以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单独跟爸妈商量了好久 后来就经常早出晚归 每天不知道在忙什么 姐 你跟贺雨晨现在怎么样 她不理我 我姐把手机拿回去 风轻云淡地回了剧 我挺好奇的 那你不打算追她了 追啊 我姐说 不过不是现在 我不懂 等我足够跟她相配的时候 我再追她 我姐说这话的时候 在我心里的地位 一下子升华了 身高足足三米 我伸着脖子 那是啥时候 她得意地哼了声 等我的公司步入正轨 能养得起她的时候呗 我惊讶 你开公司了 嗯 以前觉得时间还早 大学想潇洒潇洒 但现在这不是 想早点有能力养男人吗 姐 我从来没觉得 你这么耀眼过 你姐可是细花 不过姐 你这要等到啥时候 贺雨晨不是年底 就要结婚了吗 我姐脸上的得意 啪哒掉地上了 晚上 和清学主动 给我发了信息 出来吃夜宵 庆祝你考上大学 我当然开心赴约 我俩已经好久没见了 再见面 好像都有些拘谨 她问我 想吃什么 其实没考上A大 没什么好庆祝的 这是实话 我当初为了考上A大 多拼命啊 可没想到 最后还是没能如愿 和清学腻了我一眼 没考上A大 就不高兴了 A科大也不差 你不懂 那你说给我听听 这还要我说 那我就说 A科大没有你 和清学笑出声 她开着车 扫了眼路况 乔凯 有件事你要明白 什么 喜欢我是喜欢我 但你首先得是你自己 考上A大当然很好 那难不成 因为A科大没有我 你就不上了 你以后要是没我 你就不活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会做我自己啊 但如果有你 不是更好吗 我顿了顿 悄悄看向她侧脸 你以后怎么打算的 问 你毕业是不是就要出国了 那我们 是不是就要分手了 她握了我方向盘 好像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 想必她也知道 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她突然问去酒吧坐坐 去那干嘛 我不太想去 上次太尴尬了 去了就知道了 我以为和清学 带我来散心的 可坐进包厢没一会儿 梁哥就来了 我尴尬得起身 梁哥挺和蔼可亲的 弟弟别怕 哥哥不吃人 他坐在我身边 扫了眼赫清雪 我说你当初 非要跟我合伙开酒吧 说什么想为将来留点保障 感情这是让我做苦力 你在这儿抱的美人归 我有点猛 这话里话外 好像说给我听的 然后我从赫清雪口中 得知了前因后果 我姐第一次 带赫清雪来我家的时候 我不休蝙蝠地 被从房间叫出来 这是贺清雪 我同学 我姐介绍到 我顿时来了精神 大叫了声 清雪姐姐好 贺清雪说 那时候的我 成功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问她 为什么 她说长得帅的男人很多 但像我那么甜得很少 甜里面还带着点眼 她说 后来她就开始发愁 我又问 愁什么 她说 你那会儿才上高中 我不好下手 而且我的未来 早就被规划好了 要是不提前准备点什么 可能等不到你 正好表哥那时候 有开酒吧的想法 他家里不支持 他缺点钱 我就入股了 这样 以后就算跟家里闹翻 也有钱养你 我金住了 他那时候 就做好跟家里闹翻的准备了 不是 他那时候 就已经想到要等我了 我恍然大悟 所以你第一次见我就想那么远了 可清雪沉思了下 也不是 哦 第一次有这想法 应该是还没见面时 有一次你给你姐发语音 可清雪泽了声 那声姐姐 太甜了 我心里甜的冒泡 最好的感情 莫过于双向奔赴 可我也隐隐担忧 他如果不去国外 那公司以后交给谁管理呢 我这样 是不是太自私了 他的父母会轻易答应吗 但管他呢 还有两年 这两年起码我可以尽情地喜欢他 第一天军训结束 好几个男生 在讨论哪个女生比较漂亮 乔凯 陆青问你要微信 你干嘛不给啊 就是 他那么漂亮 肯定是想追你 下铺两个兄弟好奇地问我 而我正在跟贺清雪打电话 刚接通 电话里 贺清雪似乎笑了声 有女生追你 也不算吧 就要个微信 不过我没给 怎么不给 不是很漂亮吗 没你漂亮 我实话实说 请示三个兄弟知道我在通电话 耳朵都竖起来 我都不好意思多说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给你发信息 挂了电话 三个人凑过来 你有女朋友了 笨 难怪你不给陆青微信号 不过 陆青那么漂亮 你不觉得可惜啊 我笑了笑 我女朋友比她漂亮多了 真是亲人眼里出西施 真的是贺清雪更漂亮吗 几个人说说笑笑的 好了 乔凯喜欢就行 我也懒得辩驳 躺下来给贺清雪发微信 我女朋友天下第一漂亮 轻轻女朋友回 军训累不累 我发了一个可怜巴巴的表情包 累 腰酸悲痛 晒死了 轻轻女朋友 等军训结束 给你揉揉 我 还要轻轻 过了好久 和清雪才给我回 行 让你轻个够 我在床上翻滚 开心得脸都红了 下铺兄弟起哄 兄弟 你别虐狗啊 狗急了要咬人的 我忍不住炫耀 我女朋友全宇宙第一漂亮 然后他们就把我揍了一顿 我以为和清雪没把有人追我这件事 放心上 可谁知军训结束那天下午 她居然出现在学校里 跟她一起的 还有我姐 别说 两个大美女走一起 很容易引起骚动 我去 也太漂亮了吧 是我们学校的吗 哪个系的 我认识他们 他们是A大的 我姐同学 左边那个是校花 右边那个是工商管理系细花 他们怎么爱我们学校 他们走过来了 傍晚休息时间 男生们兴奋地直跺脚 我看着朝我走过来的两个人 猛逼的同时 更多的是开心 如果不是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他俩身上 我肯定扑倒和清雪 给他一个热吻 是有捅了捅我的胳膊 乔凯 那美女好像在看你 笔录青还漂亮呢 可惜不是我们学校的 我想去要微信 兄弟上啊 别怂 几个人半开玩笑地说着 然后眼睁睁看着两个大美女 停在了我面前 他们愣住了 我刚要打招呼 和清雪突然把手机递过来 学弟 可以加个微信吗 众人炸了 是有失声尖叫 乔凯 加啊 你不要也可以推给我啊 兄弟别傻 我算是明白了 和清雪在这儿等着我呢 那我不得配合他演戏 我拿过手机 装模作样的加他 一 学姐 你怎么有我微信啊 和清雪故作惊讶 是吗 我递给他看 一脸得意 这个备注未来老公不就是我吗 和清雪则来生 你看我这记性那学弟 军训结束可以约你吗 我故作傲娇 约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的 没办法 太受欢迎了 和清雪低笑 往我耳边靠了靠 你这么受欢迎 你女朋友知道吗 我也贴他耳边 低声说 那要问你啊 和清雪笑着起身 我姐在旁边看不下去了 你俩行了 我斜了他一眼 你这是嫉妒 我姐不屑冷笑 我嫉妒 你回头看看 姐要是愿意 男朋友一年都不带重样的 我回头一看 就连我那三个室友都已经蠢蠢欲动 乔凯 那是你女朋友啊 我点头 他们露出震惊的表情 偷偷指了指我姐 那这个呢 我姐 帮帮忙 把你姐微信推给我 我也要 我也要 我不忍心打击他们 我姐 心里有人了 军训结束 我急匆匆的去校门口找他们 看到和清雪 就扑上去亲了他一口 你们怎么来了 我姐怨气冲天 被某人拖来的 和清雪嘴角挂着笑 来看看男朋友有多受欢迎 我脚侠一笑 所以你是吃醋了是吧 我吃什么醋 吃有人追我的醋啊 所以蓝轩是主权了 和清雪也不反驳 笑意渐身 累了吧 我撒娇 累瘫了 哪儿哪儿都疼 和清雪超配合 那是不是路都走不了了 笨笨 我诧异的看着他 他背对着我 上来 那 你背我啊 笨 还是我背你吧 我说着 一把将他背起来 就沿着学校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 我姐气的骂了句操 我甜甜的大学生活 就要开始了 正问完 番外 还没等我姐的公司 做大做强 就已经到年底了 这段时间 我姐明显有些不在状态 我有点看不下去 悄悄问贺清雪 你哥真就一点都不喜欢我姐啊 我哥这人 他不说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他的婚事呢 贺清雪也挺无能为力的 已经在准备了 那我姐不是要疯了 我挺担心我姐的 这天她很晚才回来 比出去的时候更憔悴了 而且身上还有不小的酒味 姐 你没事吧 我喊住她 她停下来 沉默了会儿 突然问我 乔凯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 帮我约贺雨晨 我姐说她怎么约她都约不出来 现在她干脆连微信都不回她了 她又不敢直接去找她 怕她会厌恶她 嫌她烦 嫌她不懂事 我只能是尽全力试一试 我见到贺雨晨的时候 她正在埋头处理公务 整个人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跟私下的她截然不同 雨晨哥 我小声打断她 她抬头看过来 乔凯 你怎么来了 我求贺清雪带我来的 雨晨哥 我有事找你 就是你能不能见我姐一面 我也不知道这么说妥不妥 但贺雨晨的脸显然睁了下 而后若无欺事般 她让你来的 也不全是 是我看她最近状态不好 想帮帮她 雨晨哥 我姐真的很喜欢你 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么喜欢一个人 所以呢 乔凯 你应该知道我有未婚妻的是吧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知道 她的态度 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姐了吗 其实也是 人家都要结婚了 我姐现在这算干嘛呢 我低声道 那我知道了 打扰了雨晨哥 我转身离开她的办公室 回去后跟我姐说了实话 我姐情绪低落地坐在那里 一声不吭 我想开导她 也想让她不要再那么痛苦 于是说了 其实很伤人的话 姐 贺雨晨有未婚妻 都要结婚了 你这样又何必呢 没有她 你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吗 我姐垂着脸 颓废至极 活得下去 但没什么意思 我心里更难受了 我知道我姐是认真的 非常认真 后来 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 贺雨晨的婚礼取消了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心里一喜 可下一秒 和清雪去跟我说 她出国了 为什么 我有点不解 和清雪的脸色也有点不好 她沉默了好久才看向我 我也是才知道 我父母打算提前让我出国 我拒绝了 我哥知道这时候 跟他们做了交易 交易 她去管理国外的公司 但必须取消婚礼 她这是帮了贺清雪 也趁机谈了条件 贺家父母年纪渐长 以后国外的公司 不能没人管理 她又态度坚决地 要取消婚礼 贺家父母又疼儿子 况且贺雨晨去国外 和清雪留在国内 也是一样的 可她以后 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 这到底是 只是不愿意 娶不爱的人 还是这其中 也有我姐的原因 但现在 跟老死不相往来 又有什么区别 我真的搞不懂 她到底在想什么 我以为 可能她跟我姐 是不可能了吧 可谁知 大年初一 贺雨晨却出现在 我家门口 我姐都镇住了 好久没回过神来 贺雨晨轻轻笑了声 怎么 不欢迎啊 我姐慌忙让开路来 视线就再也没有 离开过她 贺雨晨拎着礼物 递给我爸妈 叔叔阿姨 我来给你们拜年 新年好 我爸妈都乐坏了 我们早就听说你了 我还在想 什么样的男人 能让我闺女 婚儿都没了 别说 长得是真好看 说着话 就招呼着她坐下 吃了饭 聊了天 我爸妈喜欢的不行 但全程 我姐都没说得上话 就只是一直看着贺雨晨 眼里的喜欢 毫不掩饰 终于贺雨晨起身 准备离开 跟我爸妈告别 出门的时候 我姐寸步不离地 跟了出去 就在门口 我姐就抱住了她 我赶紧关上门 可我爸妈不守五德 扒着门奉厅 那我当然也 乔依瑶 你抱得我很痛 对不起 太激动了 我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怎么 这我死呢 没有 就是你突然就出国了 也不理我 我以为 那你以为 我取消婚礼是为了谁 贺雨晨笑了 乔依瑶 你真够笨的 贺雨晨 我姐的声音激动到颤抖 你一定要娶我 别再不要我了 没问题 全文完 谢谢你